在台湾 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发表是谁不满意蔡总统的施政民调 发现2012年投马 2016年投蔡的转投足 与2016位表态是投谁者 个别有约三成在蔡英文执政百日表达不满意 显示中间选民可能已经在转向了 这份委托十方民意公司调查的民调显示 蔡英文的满意度为48.4% 不满意38.7% 并进一步以2012、2016年的总统大选投票行为进行比较 十方民意总经理黄志成说 转投足还有投马改投菜 然后我不说我投谁 然后包括我没有去投票 这些加起来大概有四成 这四成的人其实都有三分之一的人 说他不满意或者不认同 那这样结果其实在这一百天的一个基点呢 就有三分之一不满意 所以如果这一群人逐渐的不满意的人 那蔡总统的施政当然就会备受压力了 蔡英文做不好是否是马英九的关系呢 百分之四十七点七认为是 不认为的也有百分之四十七 其中转投足有百分之四十一点四不同意 但将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系主任包正豪表示 总统的赏位期很短 他说 我们很少看到说一个总统可以在马英天之内 就会把自己的支持比较多得低 这真的很罕见 那是不是纯粹总统的参与总统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有纯的不是 因为台湾社会在过去的年代当中 也累积的太多对于政府或是对社会提案 那我们对于总统的期望都太高 那当期望跟世纪所有的落差的时候 那很快会反映出来 针对未来两岸关系是否改变 显示没有改变的比例为百分之四十五 三成的民众认为变紧张 认为变缓和的仅有百分之十三点二 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泰顺说 很多数的人不认为两岸关系会更加紧张 所以你国民党现在还是把你的这个论述的焦点 放在两岸上面 然后不管是他有意不无意 就变成很多媒体的这种讨论 那你要叫这些对蔡英文不满的人 是不是会围过图来支持国民党 恐怕也会蛮困难的 所以这是国民党必须要去警惕的部分 蓝营不断拿九二共事做文章 但自家民调却显示民众对经济民生比两岸关系更有感 而蔡英文一向引以为傲的中间选民 则已经在转向也是不争的事实 则是蔡政府不得不正式的警讯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